好 第一张我们先开始稍微简单介绍所谓的什么是microcontroller 讲microcontroller之前 我们先从基本的第一延伸 就是什么是一台电脑 这个我相信你在OS 开始上课一开始会讲这个 OS就是一台电脑基本上是有两个部分 一个是主要是硬体 一个是软体 硬体部分你最常看见的就是第一个 最重要的 你买自己去原价屋组一台电脑 你要买个CPU 这个全名叫central process init 简称叫CPU 那基本上他在做的事情就是 你所有的运算的一些指令操作 然后跟resource有关的事情控制 都是要透过CPU去居中去控制 然后去协调 由他去报告指令 由他去执行那些操作 由他去执行那些运算 这是第一个 那除了CPU以外 你要有一些CPU或滑鼠这些输入装置 或是你的摄影机 你要比如说你要视讯会议 所以你会有一些input device 基本上就是你去让你有办法去透 让你滑鼠在点击 基本上也是你送一个指令 送一支程式的指令 然后去说我要点击让这个东西可以执行 然后比如说我keyboard 我输入一些字员符号 然后去写程式 或者是我去送入一些执行指令 基本上你会有一个input device 那你又会output device 可能去秀你的萤幕画面 就像你的这头萤幕 或者像你印表机把东西印出来 就像这样子 好 那最重要还有一个memory 你的所有的 你的你写的程式叫Program 在你的 然后或者是你的资料 你必须要放在你的memory device上面 这样子 你的你的CPU 就是你的CPU 或者我们简单 最后更好想 是你所谓的Processor 才可以去存取它们 然后去读你要 现在要直写那一道指令 或是去拿 你现在要拿的那个 的资料 要去操作那个资料 然后去对它做存取 你也会有软体的部分 那软体的部分 软体的部分第一个就是 你通常一个软体是有好几支Program 组成 组在一起 那在OS里面会讲的更详细 当你今天某个Program 然后就是要开始执行的时候 它会被load到memory上面去 然后被load到memory上面去之后 它们通常把它叫做Process 就是一个形成 就叫Process 所以你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你知道 今天正学期在讲OS 大概讲到第二张 第三张 你可以怎么介绍Process 所以正在执行的程式 或者我们讲更清楚的是 已经被load到memory的程式 然后已经有 它把它相对应的 local的Data Structure Global的Data Structure 都已经prepare好了 然后它相对应的 暂时处理的这些资料 都已经load好 已经放到memory上了 这样的Program 我们会把它叫做Process 摆在Device 就是讲错 摆在那个Hot Disk上面 或是你的SSD 还放着 就是你还没去执行它 只是摆在你的硬碟上面 这种东西我们会把它叫做Program 可以吗 好 可是在这门课 我们不用 我们不去讨论Program和Process的差异 所以你在这门课 Program和Process 你要把它当做是一样的 如果有时候讲到Process 或者是讲到Program 如果我没有特别解释 那其他地方 他们就讲同样一件事情 所以一直要执行的程式 它会包含所谓的 Instruction跟Data Instruction就是指令 你要执行的那些指令 Data就是 你们在上学期 那个Organization 随关系组织 因为学到 你Compat Assembly 编译完那一道一道的指令 这是其中一部分 然后你有一些Data 所以要去 一些特定任务要处理的Data 你把它放在上面 包含你的 区域的变数 然后权域的变数 这些都是所谓的Data 可以吗 那如果你够清楚 Compiling的过程 就是程式在变异的过程的话 你就会知道说 所有的程式在要 可以被执行之前 它起码都会转换成 所谓的这种 Binary的形式 那如果我们今天 再更详细再去细究一点 你可以看到你OS课本上 实际上有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图 就是你会有一支 写好的程式 比如点西档 或是我们找到之后的 点ASM Assembly Language的档案 你会有一支Source Code Source Code可以经过 Compiler或是Assembly去帮你编译 编译完之后 通常就会拿到一个 所谓的Object File 你自己编译完之后 当然就变Main.O 然后Main.O 通常你可能还会有 这支程式上 你可能还会去呼叫 或是引用其他的这些Ligre 所以你会在真的要去编出 你自己的那支程式的时候 它可能还会去透过这种 所谓的Linkage Edit 或是Linker 然后去把跟其他这些Object Module 拔串在一起 跟在银行 就是一个比较大包的 比较完整的程式 因为你的Main可能会 比如说会去呼叫其他的方权 那其他方权可能是 另外一个Object的档案 所以最后 你要 它真的要把它放到Main.O 上去执行的时候 之前 然后你要产生一个完整的 这个程式的 可以执行的档案 它就会透过这个Linker 去把这些东西把它 Linker在一起 然后变成一个很大包的率子 其实是真的可以执行的程式 那之后 等到你今天开始要执行 它就会变成 它就会先把它 就是 这Combination 在Ninux上面 或者在你的Windows上面 我们讲Ninux上面 它就会变成一个 可以load进去的Module 所以当你打上 你在Ninux上面 打所谓的点斜线面 就是你要去执行 这一面程式的时候 你这时候 你这个跟其他Object 编在一起的这种 可以load的Module 才会就是去 一样 就是你打点斜线之后 透过loader 然后它就把Library 跟你这个Object 把它载入到你的Memory上面 所以这时候 我们刚刚所谓的Process 就形成 它就会变成是 你的Memory 里面真的把这支程式 放到这个Memory上面去了 然后你们以前学的 Organization 说我要执行的时候 我会有一个Program Counter 这时候Program Counter 就会设定在这支程式的第一道指令下 然后接下来只要CPU 轮到它 然后没办法 它就按照它目前当前 只能Program Counter 开始一道一道一道指令去执行 如果这一道指令会牵扯到 就是要去 Access某一段Memory的区间 就像我们之前有说过 就所谓的 Directed Addressing Mode 或是In Directed Addressing Mode 我可能就会 我就会看 就是看那个 我Reven style的记忆体位置是哪个快 我就跳到其他的记忆体位置上面去 然后去存取资料 去读资料 可能它Loader一块资料 或是Write一块资料 到其他Memory上面去 然后去往下执行 所以基本上 程式的流程就会是长这样 所以你要知道的事情是 你到时候你在学OS的时候 你要注意的是这个 Link跟Loader 它的作用的时间 以及这支程式 它透过Compile的B1 完之后的Object 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你要花点形势 去注意一下这件事情 好 那这本课 我们其实会写西 到时候会教大家 怎么用PicE8 怎么用写西的方式 或写主义的方式去控制它 所以 但是我们主要在谈论的时候 指令的谈论的时候 基本上都是在教你 祝贺语言 祝贺语言 它要怎么样使用 以及它这些祝贺语言的指令 有哪些功能 不好意思 我们还没讲有哪些指令 但是如果你今天把这些指令拆开来看 这个指令里面通常它会包含两种资料 一种是所谓的immediate data 另外一种是所谓的address of data immediate data就是讲说 比如说我今天要add 然后比如说register r1 然后后面跟一个3 就是我会说我要把这个数字3 然后把它跟register1上面的内容 直接做相加之后存在register1 这时候这个3就是你马上可以拿到的资料 这种我们就把它叫immediate data 可以吗 这种就是第一个 那有一种情况是 你还记不记得你们以前一定有预过这种 不好意思这个话 这话各位话 你一定有看到 你一定有看过这种所谓的 比如说load r1 然后跟着后面一串数字 那一串数字就在讲说 长这样子的指令就在讲说 我想要把我后面指定的那一串数字 比如说叫3357 它指的就是说 我要这道指令就做的事情就是 你要去3357那一块记忆体 你的记忆体会长 你的记忆体会长这样子 那它基本上就是 它会每一个 它都是一个byte 一个byte去做定值 从第一个byte 然后把它叫第0050号 第二个byte叫0001号 那你今天如果突然 你的这一道指令叫load r1 然后3357 这个通常是在讲一个address 最大指令在做的事情就是 前你去3357那个位置 把3357号的byte 比如说这个byte在这里 它叫做fa 前你去 意思就是说 前你把3357里面存了这个fa 这个数字 把它放到register1上面来 这时候你的指令里面的这个 这个3357 讲的就是这个所谓的address of data 你要拿的data 我没有办法直接去说我要拿fa 我只能做的事情说 我请你去3357的一个位置上面 去把这个它里面装的这个byte的资料 把它存到register1上面 这是你要知道的事情 就有两种 那在执行这个指令的过程期间 有一些架构 像我们现在用的是所谓的monguna architecture 我们大家会写 如果我不想就写 monguna architecture它就只有一块记忆体 就是你一般现在的电脑 就是你现在的电脑 基本上就是大家就是 你有一个很大的记忆体空间 16G 32G 看你差几条记忆体 你所有的层次都摆在这个上面 你不会在上面分所谓的 这个记忆体是专门放program的 然后这个记忆体是专门放data memory 就是放data 所以你就只有一种所谓的uniform的memory 就是你现在我们大多人 就是个人电脑上面 采用的计算机的 就是记忆体的架构 就是长这样 可是像这种microcontroller 或者是这种embedded system 专用的这些比较小型的 功能相对比较简单的这种晶片 它基本上它会采取的是 它把profoundprogram的memory 也就是放process的memory 以及你要处理资料用的这个data memory 它就把它分开 所以像我们在这里讨论到的这种这些资料 就是我今天如果在执行的过程中 如果我想要去拿immedia data的话 我就会从programmemory打 那如果今天想要用的是 我后续要处理要assess的这些data 要做操作的这些data 我就从data memory上面去拿 那它有这种这样子的memory设计的架构 它有另外一个名字 我们等一下会讲到 可以吗 好 你现在知道一个computer 是所谓的hardware加software组合而成的 那我们接下来进阶一点 我们就是注意到一件事情 就是电脑的发展应该是在1900年初 就是1900一几年 230年代那时候开始发展 那以前 如果你以前那个计算机概论你就知道 你上过计算机概论你就知道 以前的一台电脑 比如说像你一台现在的一般简单 那个工程用计算机 那样子算力的这种电脑 它可能就是要用很多的真空管 所以就可能要放一整个教室 但是它只能出一整个教室的这个设备 然后做一台电脑 就这么大公斤做一台电脑 但是它可能只能进行简单的运算 可是制程越来越快 因为科技越来越进步 我们发现一件事情就是 我们开始有办法把这个一个单一的CPU 封装在一个小小的晶片上面 也就是你现在开始买到的这种 就是Intel的CPU AMP的CPU 你可以把它放在一个小小晶片上面 或甚至你们到时候拿到一个晶片 小小一个可能甚至这么小的都有 我们之后给大家用的 大概晶片可能大概就是两个电子 这样子这么大这么宽 可是同样的东西 就是有同样功能的东西 他们真的把它做到到时候的Inver 这是让大家开发学习练习用的 可是真的他们到时候这样子的一个晶片 它可以就是更的比一个你的小拇指的指甲来的小 就是它已经可以做到这种封装成那么小的程度了 所以我们开始注意到 就是CPU可以放在单一颗晶片上面 那我们这时候我们就会开始 把这个东西这样的架构 放在一个小的晶片上 然后再用整个大招式 我们就把这样子的东西叫做微处理器 也就是你的Micro Processor 就在这里看到的 所以你现在看到的说市面上可以买到的CPU 或者像到时候我们发给大家PKE 8F 这都是所谓的Micro Processor 只是他们的功能有强有弱 然后比较高阶的 它当然就还是会稍微再设计大一点 就像你的Intel买的这种CPU i9 i7这种CPU是一样的 可以 好 那你既然你有一颗CPU了 就是Micro Processor本质上就是一个CPU CPU只要再加了 就像我们刚刚说的 一台电脑 是不是只要有一些Input Device Output Device 这些周边装置 组合在一起它就可以组合成一台电脑 所以同样的 如果当我有今天有一个足够小的Processor 也就是你的Micro Processor 然后我只要再 我配给它一点点的记忆体 我不需要做很多很麻烦的事情 我只要给它一点点记忆体 几百KB或是几KB 然后再让它加上有一些简单的PIN角 可以做收讯号或是发送讯号 我是不是就有Io的功能 所以我就可以 我就可以开始 我们就发现到就是如果当你要控制的事情不是那么多的时候 我用一颗简单小小的Micro Processor 像拇指这样大小的这种Processor 然后我一样我把这个我的封撞这个晶片上面 Processor放上去 然后中间放小小的几百个Byte 就几千个Byte的这个Memory空间 然后我再帮它安插几个8个或16个PIN角 让它可以接收讯号或是发送讯号 我发现我可以把一台电脑 就是做的比较简单 然后把它变成一个比较小型的电脑 然后只放在同一个晶片上面 这样子的晶片 这样子的晶片我们就可以把它称之为所谓的Micro Computer 就是比较小型的电脑 微型的电脑可以吗 也就是因为这样才会开始慢慢去推演出说 你现在你的家用的那种 比如扫地机器的 它上面就有一个Micro Computer 你可以把它叫做一个Micro Computer 更小的就是比如说像你的洗衣机上面有一些 然后仪标板上面都会有一些晶片 它里面可能也是一个简单的小小的晶片 一个Micro Computer的晶片 摆在那个一个Micro Process 然后放上几个PIN角 然后去做出来的一台就是很多功能的洗衣机 基本上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就是从这个地方开始延伸 然后才会开始去延伸出所有的一些Imbedded System 或是像现在的Edge Device这样子的领域出来 然后这些技术是从这个东西开始发展出来的配合 好 所以基本上我们就可以大概都可以知道 就是所谓的Micro Controller 就是从我的Single Chip的Micro Computer开始发展出来的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开始 我们会做单核心的CPU之后 我们开始发现单核心的 它发展是这样 就是单核心的CPU我可以做得很高 所以AMD很早以前 它做得比Intel还要来得好 所以它有一段时间 就我刚在大学那段时间 AMD的CPU卖得比Intel还好 因为它做得更快 可是快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我们发现它会过热 因为频率很高的情况下 它可以做很多次 然后做得很快 但是它会过热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 大家发现没有办法再把频率往上推 就开始做多核心 概念上就变成是 就是它们降频 因为它通常发热的频率 会跟频率的平方有关系 所以它今天 比如说我今天 我把频率降一半 然后把它分成两颗核心 来做一件事情 速度还是一样 可是因为我的两颗核心的频率 都降成原本二分之一 虽然我有两颗 所以它的发热的功率就变成四分之一 我虽然有两颗 但是我整体耗电的功率就变成二分之一 所以就是那个时间开始 大家开始说 我可以开始发展Multi-Core的系统 Multi-Core的Processor 就是多核心的CPU 就是那时候开始被做出来的 就是因为过热 大家没办法解决 所以开始选择降频 然后用更多的CPU去合作 可是这个东西 后来就延伸转了 现在开始选择平行程式 因为当资料要需要 因为你不会 所有的资料都可以平行 都没有相关 都没有相关性 然后可以平行出来 不可能 你一定会有 就是有些资料需要 就是A核心做完 B核心才可以做 B核心做完 C核心才可以做 所以你就有那种同步 或是你需要被 你需要同步等别人 执行完这种issue出来 所以才会有所谓的 系上才会开所谓的 平行程式设计 然后所以 如果你有兴趣 你就可以再往那边去看 但是发展上面是这样子 所以 Micro Control开始被发展之后 就是它开始被 用在一些很特定的应用上面 比如说现在是 车子上面的自动驾驶的 一些功能 或是你的所有的那种 所谓的 测试上很多那种 比如说防滑系统 然后 比如说 冷气的控温中控系统 这些 或是你的家用的一些的应用 或是家庭的影音这种系统 基本上都可以用简单的 Micro Control 来完成 不需要再有一台很大型的电脑 去帮忙做 远端的控制 或是旁边的控制 简单的事情 不需要用到OS 然后我们就开始用 考虑这种Micro Control 你要记得 第一件事情 最重要的概念 Micro Control 就是所谓的 Micro Computer 的一种分支 所以它基本上 就是属于 Micro Computer 的一个范畴 所以Micro Control 基本上你可以把它理解成 是一台电脑 因为它是一台电脑 所以它一定有 电脑最重要的几个东西 一个是CPU 然后Memory 然后有简单的Io Device 通常它还有一些周边装置 像所谓的 Anilog Digital Converter ADC 包堂在同一颗晶片上面 所以小小一颗晶片 就是一个一台电脑 那它就是一个Micro Computer 只是 这个东西通常 它没有 就是没有其他的 Program的Software 在上面 Software都只能 我们Load什么进去 它就执行什么 所以它就只能 执行比较单一的动作 所以我们又把它叫做 Micro Control 大家知道这件事情 这是一个很 简单的 Micro Control Based 的一个 温度控制系统 你可以看到 就是 我们到时候 不然你可以做很多类似的事情 你会有一个PIC 18F 这个晶片 我们到时候会给大家 我们会教大家 就是 在它的ADC 就是Analog to Digital 的Converter上面 你接一个Sensor 那像这里的Sensor 就是 它就是 它叫电热 就是 Cermal Carbon 基本上它概念 基本上就是一个温度级 所以 你就去量这个火轮的温度 温度高的时候 它可能就会传一个 一串 类比讯号给它 可是 你要记得 我们所有的 控制的 或什么 这个东西 处理的都是 10这样子的讯号 那个叫 数位讯号 就是Digital的讯号 可是你今天传过来 这些温度的高低 它通常都是一个 你不知道 1.0级的 它是一个 一串 一串 就是 有个半维的一个数字 所以 你需要一个 所谓的 类比讯号 转 数位讯号的一个 转换器 去把你传进来的温度 转成像对应的 这个 数字的大小 就是一临的 讯号的这种比例 所以 你需要这种 所以它就可以用 这个 ABC去接一个 温度计 然后去看这个 火炉的温度 如果今天这个 火炉温度 它今天 比较低了 就是火比较小 它觉得 现在室温下降 所以它需要 比如说 它今天需要把它升温 它可能就会在这里 你会 我们到时候会叫大家 去控制它的PIN角 然后去控制这个PIN角 就是说 我今天去输出一个讯号 输出一个数位讯号 说我要 加 就是加一点油进来 加一点油进来 那这个加油进来 就是 我要去跟这个 这个有一个IP 就是来去控制 说这个 我这里会直接拦掉 那我需要一个讯号去控制 说这个 阀门 要不要打开 还是要关起来 所以我今天就可以 就是透过讯号送出去 我送一个 送一个数位讯号出去 然后让它透过这个DAC 就是Digital to analog Converter 把它转成一个讯号 就是说 我请你帮我 把这个门打开一点 让油多噴一点进来 我就会受到比较不好 那如果今天 反之 如果今天我觉得它 温度比较高了 那我想要提它 那我就 把就是我送的另外一个讯号 就让它关起来 那一样它说 应该控制 基本上就是要大家 怎么去利用 这个PIC18S上面这个脚位 然后去做 这些对外面的Io装置 控制的 这些相对的事情 以及 PIC18S上面的Memory 要怎么操作 基本上这本课都在讲 这件事情 也好 那接下来 帮大家讲解一下 几个 一些比较 一些名词 大家要知道的 第一个是 Address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一定就是在讲 Memory的Address 那Address 那Address 通常是由一串 那个01的Pattern 然后去 去组合而成的 那它这个01的Pattern 就是01组合而成的 这一串数字 通常是让你可以去定位出 你今天想要存取的资料 在Memory的哪一个部分 所以 你回过头来 像重新看一次 刚刚这个 不好意思 我通常会画在 我的 笔记型电脑上面 但是我因为我今天用平板电脑 我另外一台可以画图的平板 我们就先检查一下它 公平值可不可以用 所以我现在只能画黑板 大家自己来看一下 你今天你有一块记忆体空间 记忆体空间有几个事情 大家都知道 假设 你有一块记忆体 我们不要讲太大 我们先讲 我有一块记忆体空间是 10 1K byte 一块记忆体 这是1K 1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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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用一个一个byte去定制的 如果你今天一个这样的机体的空间 都是摆两个byte的话 那通常两个byte就是一个word 大部分的系统下面 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会说 这样子的memory加坡 就是所谓的word 就是word 或biter 就是什么 好 再来是我们刚刚说的a 所谓的a就是什么呢 你这里总共有1k个byte 1k我们把它换成就是2的十字方 2的十字方 1k就是2的十字方 1020吗 意思是你今天总共会有1024个byte 每一个byte你都要有办法 可以告诉你的CPU说 我今天想要去存取 我今天我今天我比如说我今天把 比如说我我设了一个temp-a这个变数 这个temp-a变数我都会摆在memory上面的某地方 我们就要跟我们今天写程式的时候是写temp-a 就是比如说temp-a等temp-a加1 这样子这样子的一个简单的指令 对CPU来讲他不知道temp-a放在什么地方 所以他最后改的时候他一定是 他在做的事情是他知道他会先把temp-a 绑定到某一个记忆体位置上面 这个叫放temp-a temp-a里面原本是37 好但是你今天做temp-a等temp-a加1的这一道指令的时候 CPU不知道你的temp-a在哪里 所以他在做透过Assembler或是你的Compiler在变异的时候 他会先把temp-a等temp-a加1这个东西拆解成是第一个 他要先把temp-a这个资料 然后把它放到某一个register上面去 然后接下来他要做的事情是add r1 然后比如说r1 比如说我们今天是用三个register的这种指令 就是说我把r1这个register上面的指跟immedia data一一相加之后 摆到r1去 这个东西的处解就是r1 特别r1-1的意思 所以在这里的时候你就要把这个temp-a compiler在做的事情或是你Assembler在做的事情 就是要把这个temp-a改成相对应的记忆体位置 比如说这个是刚刚我们说的3377 所以你今天做完Assembler language的时候 这个temp-a会被改掉 变成3377 好那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事情就是 这个3377怎么定出来 或者我们这个所谓377就是我们的位置 它怎么定出来 上面每一个byte 这个每一个byte都是他的自己的位置 从记忆体最就是从第一个byte开始 我们就会给它0 0号位置 第一个byte就是第二个byte我们就给它1 然后第二第三个byte我们就给它10 所以00 0110 然后再来第四个byte就11 那第五个byte它就叫10100 一之类一个就是这样往下编出来 所以你想一下 如果你今天有所谓的1k个byte 那是不是代表说这里总共要 比如说点点点一直下来 你是不是编到最后你就会从00 010 0 0 因为你要编完1k个就是要2的十四方 所以这里是不是就变成是它就从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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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十五方 一路到最后的1111 1111 这样 所以你就说第0号byte 以及到最后的1023号byte 总共有1024个byte 就是1k5 这就是你的记忆体位置 所以你之后你看到的所有的address 都会是找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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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是01交错 就是01交错 每一个位置都是拿来形容 从记忆体上某一个特定位置的 就是拿来形容它这个位置的一个特殊的符号 我只能透过这个东西去打 这个位置上面这个byte 里面存的东西 概念上是这样子 对齁 好 不管是你的IO device 还是你的memory 都必须要有这样子address 你去描述它 你才可以知道说 你想要对 这么多个byte里面的 哪一个byte去做程序 然后你今天有好多个pin角 IO device有好多个pin角 你要去指定说你哪个pin角 所以你需要一个address 去形容那个pin角 概念上是这样 另外一个所谓的arizmatic logical unit 就是ALU ALU是CPU里面一个最重要的单位 基本上它就是在帮你去处理所谓的 它基本上它就是一个数位变路 去帮你去处理所谓的算数跟逻辑运算 算数运算就是乘出加减 逻辑运算就是所有的一个 就是一个很多个bit的shift 或是end over x over 这些指令 可以吗 那它的对象通常是 把两个nbit的number 去对啊 做算数运算还是逻辑运算 之后 这个byte 这个nbyte可以是8bit 16bit或32bit 然后像你的现在用的intel cpu 基本上就是64位元 所以它基本上就是可以处理64位元以上的 这个东西的夹种 那像我们用的这个pick18F 它是一个8bit的MLU 所以它就可以去处理两个bit的乘加减 但是它没有办法处理除法 所以除法我们要用一些演算法 然后配合我们知道的加跟减这些操作 然后去实现它 可以吗 所以有时候我们要学一些演算法 或学一些那个2的补述 这些bit的操作 基本上就是去为了有些cpu 它没有那种就是完整的加减乘数 因为它在设计上它为了要简单 然后所以它的脚位会变得比较少 它的可以用的暂存技能会比较少 所以有些时候你就变成是你只能用演算法 去识重二随层主角解的功能 可以吗 那bit的size 一个bit size 这个size通常讲的是说 我今天在这个ALU 或是这个micro control下面 可以同时被处理的位元素是多大 以刚刚这个例子来讲 就是如果我今天像我们的pick18F 是一个8bitALU 所以它这个所谓的size 就是它一个最基础简单 可以去同时处理的size 这个size我们就把它叫一个word 所以在这个你的8bit的micro control 就是我们的pick18F上面 它比较特别 它这个它上面讲的一个word 跟我们平常讲的这个2byte的一个word 这个是c上面常用的单位不太一样 它这里的一个word指的是 就是你一次性这个cpu可以同时去assess 可以去处理的这个资料有多大 那它把今天像我们刚刚说的pick18F上面 它就把每一个memory上面装的就是一个byte 所以它就把这个可以一次处理的单位 它把它叫做一个word 所以在pick18F上面 一个word指的是8bit 也就是一个byte 有没有问题 这是在这个架构上 它才把word定义成这样 就是它可以同一时间处理的这个资料的长度 它把它叫做一个word 所以它的可以process的 data 它就是叫一个word 就是它的word size 就是一个bit size 就是一个word 那就是8bit 如果你今天换成一个16bit的pick18 就是pick18的系列 然后的其他晶片 它如果今天有16bit的这种 16bit的这种晶片 然后它直接放一个word 就会变成16bit 可以吗 那这给你平常我们在看这个 就是我的你的写息 一个word的两bit 这个是两件不一样的事情 你要记得把它分开 这是因为架构上 它们在定义的时候 它们习惯这样叫 然后才这样去定义它 好 那你的CPU 基本上就是会包含几个register 然后ALU跟一些control unit 那我们后续都会去讲说 这些东西要怎么用 跟它的运作的原理 好 这就是我刚刚讲的 所谓的harvard architecture 你要先看六下角这个图 一般现在我们现在看到的电脑架构 大家用的这个笔记型电脑 或者你的桌上型电脑 就是这种所谓的mune architecture mune architecture mune architecture跟我们讲一件事情 就是 它概念上就是这样 它是 我今天就是有一颗CPU 然后我有input 跟output device 所有要执行的程式 当然要执行之前 都要把它摆在memory unit 上面 那后面当然可以延伸 就是 memory 因为不够大 所以我们后续通常都要 所谓的 secondary storage 就是你的 hard disk 硬碟 一般的传统硬碟 或是现在大家习惯用的系统 系统Dior 用 SSD 比较快 你会有 secondary storage 然后去存这种 memory 摆不下的资料 但概念上我们不看 secondary storage 我们还是一样可以去说 它概念上就是 magnimum architecture 现今大部分电脑架构所用的这个 architecture 基本上它就是把 资料把它放在 memory 上面 到处理的时候 它会把它 load 到我们的 CPU 上面去 然后去给 L-U-1 算 去给 Control-E-1 做决策 然后输出的结果才放 open 可是像大部分的嵌入式的系统 或者这种 Micro-Controller 它可能就会选择 因为它要处理的质量没有那么多 然后它要处理的层次比较单一 所以它为了管理上的方便 而且它可以同时 因为通常它的重架构 它的 CPU 速度没有那么快 所以在这样没有那么快的情况下 它要做还是要做定量的事情的时候 它就说那我把我的记忆分开 我在抓下一道指令 我在执行这道指令的同时 我还可以去拿我的资料 所以它就把它的 instruction memory 就是放程式的 memory 跟放资料的用的 memory 它就把它分开 所以它就所谓的 program memory 或者在这里它写 instruction memory 然后跟 beta memory 它把它分开 它这样的架构构数是 就是CPU 可以同时去拿指令的同时 又去存取 现在我正在执行的这一道 当下正在执行的这道指令 所需要去存取一些资料的时候 我可以去拿这个资料的同时 顺便再抓下一道指令进来 那我可以透过 Python 9 的设计 去让这个同时完成 然后但是不会互相冲突 所以这种叫做所谓的 harbor architecture 所以 harbor architecture 是一种特殊的 CPU 架构 这个架构它是把 program memory 跟 data memory 把它分开 在这里我找了图 因为这不是我画的 我只是去找一个图 它就把 program memory 叫 instruction memory 那概念上就是你要记得 harbor architecture 的 CPU 架构 就是把 program memory 跟 data memory 把它分开 那这样的好处就是 我到时候在执行程式 就是我在 batch 下一道指令 在读取下一道指令的同时 我可以同时去拿我的资料 或者在执行某一道指令的同时 我就会去拿其他 就是上其他的资料 它可以把它分开 这是好处 再来是记忆体的资料的摆放方式 你要记得一件事情 就是通常你要去处理的资料 它可能是一个很长的字串 举例来说 那很长的字串 比如说像这里就是 像这个例子给一个 0x 12345678 好你要注意一件事情 这里上面的12345678 这都是以16进位的 这是16进位 所以意思上面 意思上这个1实际上指的是0001 这个2指的是0010 这个3指的是0010 这个4指的是0100 好这样你就知道了 所以以这个例子来讲 12就是8个bit 这就是一个byte 对吧 这个就是一个byte 因为你有0001 0010 这就是一个byte 所以你看到0x开头 通常指的是后面是16进位的表示方式 好所以这是一个byte 好那我们接下来讨论的事情是 我假设我今天要一次要处理的资料 它就是这样子连续 然后总共是16个 就是有8个4bit的二进位所组成 所以总共这里就是 4个就32个bit 32个bit 我没有办法直接在 一个byte里面 这是每一个都是一个byte 所以这都只能放8bit 所以我没办法在一个byte里面 去摆放这些所有的资料 所以 这个东西在处理的时候 我就会被切开去摆放 包含你现在在 比如说你自己在 你自己在写息的时候 概念上也是一样 你的memory就是一个byte 一个byte 然后跟你有一个long loan 或者是处理一个 64bit的一个资料结构的时候 这个资料结构不会都摆在同一个基底位置上 因为一个8bit的东西没有办法 容纳大于8bit的资料 所以它一定就是要去切分 那切分的方式 就是这个资料切分 然后摆放的方式 就会延伸出解读上的不同 所以我们就定两种规则 一个叫所谓的big indian 一个叫big indian 一个叫big indian 以前记概应该都学过 所以我们帮大家普及一下 所以如果回头看的话 你把这个东西 每8个bit你把它切一块 你每8个bit我把它切一块 切一块 为什么要这样切? 因为这个才是我可以储存的单位 这才是我可以储存的单位 这都是我单一可以储存的单位 那我们接下来看 一个资料里面 你的比较 通常最前面这个 最前面这个位语 有没有说他叫做most significant bit 就是叫 通常叫msb 那他的第一种big indian的摆放方式就是 我今天 就你们看定义 如果你今天把所谓的low memory 的adress 拿来去存放所谓的high bind 就是high bind 然后high memory的adress去存low bind 什么叫high bind 什么叫low bind 在一串资料里面 最先出现的就是你的msb的地方 这个叫做high bind 最后的出现的位置 这个叫做low bind 就是low bind 最后一个bite 他把它叫做low bind 所以按照他的规定 你就想 有一个big indian就是在讲说 他把 那是你把 比如一个16bit的资料 然后 你把按照下面这个规则 这个规则 这个规则是你拿 比较低的基底位置去存high bind high bind 这个地方 所以12在这里 那如果看到我们刚刚这个例子 比如说 像这里我们是不是叫做 有没有水 这个规则 这个是0000 这是0001 这是0010 0011 按照他这个规则 你把low address 就是0000 这就是low address 然后0011 就是我的high address 它的high跟low就是由他的这个编号的数字来决定的 所以你把low memory address拿来说high bind 就是12 12 如果写在这里 345678 你把最低的位元摆在最高的位置 这样子的摆放方式叫做 反过来 如果你今天是先把 你的low byte 摆在low address 就是78 56 34 12 这就叫lethal india 的编码方式 可以吗 这个是让大家复习一下 好 pipeline这个大家有讲过 基本上就是 我把我的instruction的fetch 还有跟执行的时间 然后包含说我利用 我cpu上有某些component 然后我们把它的作用把它切分清楚 然后让 比如说让今天第一道指令在执行它的第二个component的时候 下一道指令可以开始fetch它的指令 我们把它切分开来 这个是你们之前organization学过的pipeline的概念 可以吗 那在pick100f里面很简单 它就是把pipeline把它切剩两个 就是一个是执行 一个是执行 加上memory的fetch 就是memory的fetch decode 是一个fetch 然后执行 然后或者assessmemory是第二个fetch 它就只有两个stage的instruction pipeline 这是你要知道的 那randomassessmemory 通常就是在讲说 就是我的可以拿来读或写的memory 就是我们通常讲ray 那基本上就是你的DRAM 那re-only memory就是RAM 通常就是拿来去存一些 就是我只能拿来读的这些资料 那像你的现代电脑上面 BIOS可能就是 才会用就是会存在RAM上面 因为BIOS基本上不太需要更新 那现在的 现在基本上也没有RAM这个东西 基本上现在的WEPRAM都是由那个什么 很多都是用那个no flash取代 所以你的主机板上有一块 以前放RAM的地方 现在都是用那个no flash取代 所以就是东西有直接存在上面 这文课会讲的是 就是那个assembly language 那指令级 这个通常讲指令级 那我们就 你可以用到这些指令 因为CPU可以处理 可以对应的这些指令 可以出现指令 通常要指令级 指令级 按照它的设计的逻辑 就分两种 一种是所谓的reduced instruction set computer 叫做risk 就是instruction set 就是一个是risk 简称reduced就是 reduced就是减少 所以reduced就是 简单的instruction set computer 概念上已经跟你讲了 这是简单化的 所以它尽量把功能把它减少 因为功能减少 你可以support的那些指令减少之后 你需要的原件 以及暂存器的量就会变少 这样的好处是什么 这样的好处就是 你设计出来的processor 因为你不需要panel那么多指令 所以你要的电路的原件 然后包含你的线路的大小 都可以做的比较少 比较精神 因为你要同时trigger的component变少了 你这个东西也会比较省便 然后也比较不会发热 就跟我的另外一种 就是所谓的complex instruction set computer 就是Sysc 这样的architecture比起来 就是我会比较 就是比较简单 成本比较低 也比较low power 那我就可以用在一些 embedded的那种 或是一些就是 poreable这种device 可以携带这种装置上面去使用 所以 RISC的instruction set 基本上都是放来一些 比较简单单一 功能单一化的 这种embedded device 或是micro control 这种小型的晶片上面 的指令级的设计都放在这上面 那像你一般我们在用intel的CPU 或是mdlcp5 因为它是给一般使用者使用的 所以它要更多一般化的功能 所以它可能是 它为了加速它的效率 它希望一道指令就做很多事情 所以它 它就会说 我一道指令要 说要牵扯到整理就很多 所以它可以比如说 一道指令 它可以比如说包含 10件事情 或20件事情 就是super long 这种instruction set都有 那 这样的情况下 就变成你的CPU设计会比较复杂 你也需要比较多元件 你的pipeline就会切得可能再更长一点 那 但这样 好处是 你虽然可以一次做比较多事情 但是 设计出来的电路比较大 同时也会比较耗电 因为你要同时trigger的东西太多了 所以像现在大部分 比较高阶的 你现在可以买到那种高阶的CPU 基本上都是所谓的Cisk的instruction set 对吗 好 现在几分了 10点17分 我先把这个sign的这个讲完 这个我们再下课休息一下 再来是我们会牵扯到你在作业过程中 不然我们之后会请大家做 做 乘法器跟加法 乘法跟加法的实作 那乘法通常是会做比较 就是比较常位元的乘法 那主要是要让大家练习一些特定的指令 就是有一些carry bit的使用 就是那些指令的使用 好 所以你要先知道所谓的onsign integer 跟sign integer 那这里我们通常在讲说 我们通常针对是binary number去解释 一个onsign的binary number 通常都是一定是正的 就是我们不讨论它的正不好 就是你所有的数字就是拿来表示一个大的数字 所以如果你今天是像我们现在 我们知道了 我们现在存在memory pick182里面存在memory的资料都是8个bit 就是一个byte 8个bit 你是不是就代表说你可以从000000 然后000000一路到000000 就是总共可以编出00 就是如果4个把它看成一个16晶位 就是我可以从0016晶位 一路编到FF16晶位 就是你可以从10晶位的0 一路编码到表示到10晶位的25 这些数字都是你可以在用8bit的onsign binary number 去定义出来的这个 去表示出来这个数字的范围 反过来如果我今天想要用所谓的有号数 就是sign the binary number 这时候 你就可以去用到 你就可以去 像PK18F里面 它是去支援 就是用2的补数的方式的复数 所以像比如说你今天 Decimal的number就是正15 如果你用8bit的tooth complement的表示方式 它就叫做000011 就是这个 这里就是 就是 就是1加2加4加8 就是15 可以吗 然后或者我们也可以把 就看成16晶位 就是4个bit刷出来看就是0 4个bit刷出来看就是F 就是用16晶位的0加4来找 就是0非1 如果-15呢 因为是2的补数 所以-15 2的补数的概念基本上就是 它在设计上 它会让你加起来 就是它的设计就是 它让你加起来 所以概念上就是 -15的2的补数的表示方式就是 跟这个0000111相加之后 会等于0 相加之后会等于0 这是2的补数的设计的概念 所以它让你 它让你简单就是 它想要去设计出一种表示方法 让你在做减法的时候 可以用像是用加法去完成它 然后所以它考虑到就是 我如果今天 所以2的补数就是相加之后 要等于0的话 那你就可以从这里去想 正15如果这样表示 那-15就是 我刚刚相加等于0 所以我先在这里用点1111 那原本是1的地方 我先点000000 所以它就补起来变成1 但是因为加完要 加完之后要 要那个什么 要是0 所以通常先 我们通常做一些事情 就是把01 反转变111100 之后 最后再加一个1 那这样加起来之后 原先如果没有加那个1之前 全部都是1 但多补1跟1进来 它就是全部都是 全部都一直进位进位 最后就被overflow掉 剩下的八个币程都是0 所以你的 在2的补数的表示方法的时候 你的-15的表示方式就叫 1111001 原本是0000001 后面再补1的1 单纯做反转 这个叫1的补数 就是 我就是找 如果1的补数的-15 就是000001的反过来 那2的补数 就是在1的补数的结果上面 再多加一个1 所以就帮大家复习一下 好 好 再来是 也是一样 就帮大家再复习一次 在 就是所谓的 sine binary number 就是有号数的 二进位下面 最高位元 最前面这个位元 如果是0 通常都代表说 这个数字是一个正数 如果是1 这代表就是一个复书 所以 请问你这个是多少 如果你今天在 如果今天是一个什么 就是如果他今天是在 在 5号数的情况下面 1111 就全部都是正 所以是1加2加4加8加16 3264128 再乘025 可是如果你今天把它当作是 sine binary number 就是有号的二进位的话 就是我们 警图他的时候 就是 因为我看到它是1 我说我都知道它是复书 那复多少呢 我先把它1减掉 变成1111111 然后再反转过来 并且把它反转过来 所以前面都是0 后面是1 所以这个东西叫做复1 这个数字就是复1 有没有问题 就是十进位里面的复1 可以好 好 我们先暂停在这里 下课休息一下 然后 现在是 10点23分 请后面那个时钟的 10点半的时候回来 然后我们 这一堂课 这里我们可能大概讲到30页左右 就让大家下课了 OK 好 大家休息一下 好 上课 那 可以解释一下 这门课 基本上我不会点名 然后所以 我可以理解大家就是那个 就是 我以前当 就是我以前念职工修 我很清楚有时候 学期中开始作业多的时候 大家可能 早上起不来 这个我可以理解 所以 我再讲一次 就是每次上课完的影片 我都会上传到YouTube的 然后再 就是 announce到 就是 moodle上面 所以你要复习都可以 那有问题 但就是 比较好 还是鼓励大家来上课 因为 直接听 有问题就像刚刚 同学下课来问 这是很欢迎大家 来问问题的 所以 有问题就问 然后 另外一个就是 虽然 笔字站不住 但是我觉得 多问清楚 对于你到时候在写的 写作业 当然还是有帮助的 那 作业要花时间写 可以跟同学讨论 然后 可以最后 比如说 一起讨论助解法 但是记得 不要完全去超人家扣 再提醒再来一次 就是 因为 因为真的很多人 去年就是 我们注意到 就是他作业可能都满分 然后bonus都有做出来 然后我们 我们都是想起大家 可是最后的 最后的 其中期货上级考 零分的还是很多 那我就觉得 那个东西没有难到这样子 所以很明显就是 有些人就是抄袭比较多 那 我觉得这门课就是上课漏定 不是那么大 那我也不点名 那你的成绩都基本上算好拿到 所以不要再花时间 不要花时间在 就是应付老师上面 或应付助教上面 所以这个是 麻烦大家 请大家 请大家配合的地方 可以吗 好 再来 你们后面 接下来 我们就来回来继续讲 我们在处理onside 跟side binding number 之后 有时候 就像我们刚刚说的 有时候你 虽然 它的ALU只能支援 两个bit的 就是 基本的算数运算 可以做乘法加减 这样子 然后 但是呢 它会支援一部分 少部分的16bit的运算 所以 我有时候会牵扯到一件事情 就是我可能会需要把8bit的onside number 或是8bit的side number 把它extend成是16bit 那onside的这种 number 要extend就很简单 就是你要把8bitextend到16bit的 然后不影响数值的情况下 我要帮他把位远增加 其实很简单 就是 我直接在前面 添加0 就好了 就直接在添加0 因为我不考虑正负号 我全部都是有正的 所以 我今天想要把8bit的 比如说一个数字叫ff 叫8bit ff 然后把它extend成是16bit的话 基本上就在前面叫做加2.0 因为它不会影响我们正负号 它不会影响我们正负号 所以0.0 f跟ff 不管在8bit的表示下面 跟在16bit的表示下面 基本上对应的数值 都是10清位的255 无关乌正负号 所以没有差 那这种情况下 对于所谓的无耗数 到直接做位远的扩充 基本上很简单 我们就做所谓的0 extension 就把它加0就可以了 就是比较简单的做法 那对于有耗数的extend 就比较麻烦 有耗数的extend 要看你的最 就是你的 比如说你还是要考虑到是8bit 要把它扩充到16bit 然后把位元素扩充 那你要注意的事情是 你必须要去看 你现在8bit位置的这个数字 最高位元素的最高位元素是多少 如果它是0 就代表说这个是一个正数 就是 然后相对于是 所以我就前面就五条件做0的扩充 如果它今天是1 相对于是 就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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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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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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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1 1 1 2 2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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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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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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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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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1 2 1 2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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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1 2 1 2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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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 2 1 1 2 2 2 1 1 1 2 2 2 1 2 1 2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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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bit 2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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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1 这样加起来叫加1 应该就差不多128 可是因为我们现在做的是 8bit的有号数的加法 所以你看加完之后结果就是0 进位0001 我们出来加出来之后叫做1000 那因为它是有号数 所以在解读上面的时候 我们看到这个是1 所以我知道这是符号 然后我们今天 我们讲过的就是 你今天这是符号的话 你要做的事情就是先减掉1 1000000减掉1之后 你要先帮它减掉1 就变成111111 再反转 反转之后 反转之后 再反转过来之后就是00000001 叫做 这个是最高位元 124816 3264128 然后复1828 你两个 两个正的相加 原先应该叫做128的 结果你出来的结果就要负128 所以我知道 这个时候是有错误的产生了 有错误产生的时候 有些电脑 就是GPU它就是 它就单纯在帮你处理未能 运算之后的结果表示出来 所以你必须要有办法 就是你当你写程式的人 你就是必须要有办法知道说 我现在结果可能有错 我需要做修正 我出来的结果可能 可能这个overflow 这个overflow掉了 因为overflow而产生的这个1 就是进位之后产生这个1 它的结果不太对 有可能会导致我结果误害 所以这时候我们通常会需要 有一个侦查error 就是现在的结果是不是出错的一个机制 但这个机制通常会配合一个东西 就是micro control里面通常会去配合一个叫所谓的overflow bit 这个overflow bit 然后去设定 如果我看它是1 这代表说这个结果是因为我异味之后 因为加出来的结果太大 而导致的异味 然后使得说我今天这个结果我没有办法表示出来 所以这个时候我就必须要去修正它 因为我现在就是8bin 那因为我前面又要有一个放一个表示sign的符号 那所以128在我原先的规划里面 它是没有办法储存的 所以这个结果是有错的 所以我必须要可以知道 这代表说这个结果有错 我就不能去使用它 或者我必须要修正它 那如果它今天不是因为异味 就是因为结果相加太大 像这个127 如果我今天把它改成126加1 就变127 都还是表示得出来 那这时候不会因为进位太大加出来结果太大 而导致就进位然后变成复数 这种情况下没有发生的话 我的那个overflowbin就要设成0 就你的programmer就是在做完加减法之后 你要去检查那个overflowbin 来去确定说我现在的结果是 是正确的表示的范围 还是已经超过我可以加的范围 和稿字的异味而产生出错误 那我们接下来要做一件事情 你要先知道的事情是 我知道我有一个overflowbin可以检查 你的microcontroller也会去帮你设计 来去相加 那我们通常会考虑两个carry 就是两个禁位 两个地方的禁位 第一个是我最高位员的这个禁位 就是他这里写的 他这里写一个CF CF代表说你最后一个位员 相加之后产生的禁位 就这里 这两个位员相加之后产生的禁位 就叫CF 就叫CF 就是像我这里是8bit 然后8bit里面是一个人叫做bit0 然后这是bit1 然后一路推到这次bit7 就是bit7加完之后产生的禁位 产生的那个carry 就是那个禁位 我们把它叫做CF 然后再来还有一个所谓的CP 这个CP叫做所谓的previous的carry 就是你的最后一个位员的禁位 加完之后的禁位 之前的那个位员 相加之后的禁位 就是你的bit6 相加之后会产生另外一个禁位 它会把这个禁位叫做CP 我们等一下来看几个例子 然后就跟你说 我们其实可以透过判断这个CF跟CP 来去决定说overflow必要不要设起来 然后这个也是你的大部分的晶片 他们在帮你检查说你这次加完之后 是不是有你的结果 是不是因为有异味而产生出错误 然后还要不要帮你把overflow必把它设成是1 它是由CF跟CP来去判断的 基本上来说如果CF跟CP 我们先讲结论 CF跟CP这有讲 如果他们是一样的 如果他们两个都是 比如说都有禁位都是1 如果他们是一样的 或是他们两个都没有禁位 两个都是0 那我就跟你说 overflow就是现代加出来的结果就是正确的 overflow必就不用设成1 还是维持是0 可是如果他们今天有一个是1 有一个是0 或是前面这是0 后面这个是1 只要他们不一样 但是代表说这时候有overflow产生 就有刚刚我们说的这种 两个相加之后 两个正的相加之后 变成复数的这种结果产生 那这种情况下 我的overflow必 MicroController就会把它设成是1 使用者去加完之后 你的Programmer加完之后 你一定会写一个判断的 那个判断overflow必 然后判断结果对不对 判断完之后 我发现他是错的 那我就不会 我就不会采用这次的结果 或是我去做后续的处理 所以我们接下来看 怎么知道这件事情 我们看两个Case 这是第一个Case 就是两个相加完之后 CF跟CP是一样的 我们看两个例子就可以看到 0 6加1 4 那记得这里都是用16进位 第一个0是16进位的0 所以你把它斩成二进位的话 就是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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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6就是16进位6 所以就是0 1 1 0 一直在对 但注意看 在这里面 CP就是previous carry 就是bit6 加完之后carry 因为前面一个是0跟0 加完之后没有carry 就是0 0 0 上加来是0 所以这里的CP就是0 那因为他这里的进位是0 那再跟另外两个 原先两个bit的相加 出来的结果还是0 所以他也没有 他也没有carry 所以CF跟CP都是0 这种情况下 出来的结果 1a 这个都没有错 那我们来看另外一个 68加上-6 就是68加上-6 这个数字基本上就在做68-6 那一样就是要把它加完 加完之后 你注意看 这个比较特别 它这里是1加1等于 因为你前面这里 它前面有一个1加1 这也是0 有一个进位 1加0加1 是0 然后有一个进位 所以111 这是1 然后有carry叫1 然后1加1加1 又等于1 然后有carry叫1 好 注意 这也有carry叫1 所以CP等于1 1加0加1 这是0 但是有carry叫CF等于1 这叫做 就是出来 所以CF叫做1 我们单单先看这里 68 他减掉6 就是68加上-6 出来的结果叫做 011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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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4 8 16 3 2 6 4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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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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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应该 这个是 18 为什么 它是不是数字 86 不好意思 这是16进位的 16进位的68是多少 所以应该是 我想我刚刚一直想到 6 应该是96加8 10次 对吧 不好意思 10字 不好意思 这是实境位的10字 这是实境位的6 所以10字减掉6就98 那我们看 这里加出来结果是98 就是 0 1 2 4 8 16 3 2 6 4 所以64加32加28 没有错 没有 它结果就是对的 所以你要注意看到 这两个case在跟我们讲 两个carry都是0 或是两个carry都是1 加出来结果是没有错的 那我们来看另外一个case 加出来结果不对 就是你看到这里是59加45 都是16净位的 所以16净位的加完之后 59的16净位应该是89 就是89 然后45的16净位 换成实境位应该是69 89加69应该是158 这你要先注意 这158 可是你要先看一件事情 就是这个加完之后 按照这个加完之后 后面这个是 这个加完之后这个叫做 你看这里的净位是1 然后后面这里的净位是0 两个不一样 那出来这个数值呢 我们记得这要盖掉不要看 第一个我们看到它是负的 这个东西是负的 负多少呢 就是负的 然后把这个东西先减掉 减掉1 所以后面它就变是 1001 1101 写在这里 负的 1001 然后1101 然后把它反转 你把它反转 里面0110 0010 所以12 这是2 48 16 3264 所以是负的64加3 12加2 98 两个加出来 就是负62的16 因为就是负96再加上负2 所以负98 所以它出来两个加完之后 原先应该是要正的 可是出来结果要负的 所以我们注意到一件事情 当你的carry 一个是0 一个是1 或是前面这是1 后面是0 你可以自己回去写看例子 但基本上我们已经帮你整理完了 概念了 就是CF跟CP不一样的时候 那个结果是错的 所以OverflowB这时候就要设起来 他说你现在这个结果是错的 不能把它送出去 所以你可能要要求 你的写程式的人 你就知道说 我这个可能要分段处理 去把结果 就是用其他方式去做 我可能就要自己去设计一个 大数加法的一个 一个就是macro 然后直接去处理它这样子 可以吗 那我们可以总结一下 就是这是我们自己观察到的 那个概念 那我们现在你要记得 我们刚刚在讲的是什么 我刚刚说的 Micro Processor会在侦查到这样子的情况 有异味产生情况 而通知你说 你现在的结果有异味发生 所以应该是错的 它OverflowB是自己设定的 那它怎么设呢 它基本上就是看两个carry 它在直线过程 然后就帮你检查 CF跟CP 两个都是0 它就帮你output是0 两个都是1 它就帮你output是1 一个是1 一个是0 它就帮你output是1 就帮我说这个现代结果有错 所以实际上它在做的事情是什么 它就是 它的OverflowBit 它就把它叫做Ve 那个Ve的结果就是它把 你在运算过程中 产生了两个carry做完之后 然后直接把你设定下 在OverflowBit上面 可以吗 所以它会帮你做 所以你要做的事情是 运算完之后要去检查 OverflowBit 是不是 你来去决定说 这次的结果是不是正确 可以喔 好 PIC 18F 它有包含 它在指令级上面 它有支援你 就是无号数的惩罚的instruction 可是它不提供你就是有号数的乘法 跟除法的各个功能 但是我们后面会教就是 你可以用就是用一些 呃 就演算法流程去把 除法去把它做出来 那也会要求大家使对 应该是你的 Lev2还是3吧 应该是前几个Lev就会请大家去实作了 所以大家到时候再注意 可以喔 好 那最后有几页我们把这把讲完之后 就让大家去下个休息 你的micro control 通常你要有办法去处理这种非数字的 的资讯 这所谓的非数字的资讯 就是要说你要有一些 你要有一些大小写的英文字母 然后你要10个数字 就是0到9 这个可以表示 你同时你还要可以表示那个什么 就是一些特定的资源 像你的pick185可以支援25个特殊资源 就是加除啊 警号啊 percent啊 这些符号 好所以 因为要去可以support这些东西 那我们就要去谈编码方式 因为你要注意一件事情 我们常用的 现在memory上面摆的 你要注意喔 你要看这个概念 就是pick185现在处理的memory的 的那个单位 每一个address里面就是存一个byte的资料 一个byte就是8bit 可以吗 那过去呢 去表示8bit的 的资料 然后又要可以提供 你又要提供就是 字母符号的编码 然后可以让他去提供就是数字符号的编码 有很多种方法 常见的就是ASCII code 那像 就是像现在还有一些万国嘛 那以前早期一点的 就是IBM他们自己有提自己所谓的 EBCDIC code 但这个东西不用 所以我们不讲 我们只讨论ASCII code ASCII code 它基本上 它用8个fit 它把你的这26个小写字母 26个大写字母 10个数字符号 跟另外25个特殊字母 在8bit的情况下 它可以去支援它 可是它8bit 你要注意一下 8bit最多可以是2的8字母 就是128 那128个里面 ASCII code在8bit的编码下面 它只提供你87个character 所以你可以表示这87个character 它就把这些数字编成01组合里面的 其中87个大写码拿来用 剩下的128-87有41个 它就把它保留下 就是不表示 除非你今天用更高位远的 这种ASCII code 它都会去表示它 但是基本上 如果今天讲 以8bit的ASCII code的码 那基本上它就是可以去支援你 这些部分 那你可以去查表 这个网络上都有个表可以查 ASCII code的Table 然后它的对应的编码是什么 你都可以去查它 然后这里就是 这是最常用的 就是American Standard Code ASCII code 那Extended Binary 就是Binary Coded Decimal Integer 这个BCDIC 这个OMAC 我们就不管它了 因为现在基本上就没有人可以用它 那你可以常 我猜你们那个什么 大家一写程式的时候 有些人可能有处理到 就看作业有没有处理 但基本上概念就是 ASCII code 你如果有今天一个Integer 写完之后 你用character把它印出来 就是你的AS ASCII code的编码方式 所以你会看到 你把0印出来 用percent S 应该是percent S 應該是percent S percent C把它印出来 你会看到它是 0就是被对应到30 就是它存在Memory里面 它就是以30这个形式 所以我们今天 如果把一个Memory读出来 直接 Output就是用 就是用Integer印出来 它就是0 如果你用character把它印出来 就是把 印出来就是 印出来就是 30 16进位的30 9就会变成16进位的39 可以吗 那在EBCID 它就GIMA怎么样 那我们不管它 反正我们不会去用到它 可以吗 好 那另外还有一个 你要学的EBCDIDIC的那个Coding 你不学没关系 可是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 Unpacked的跟Packet的BCD 叫做finally coded decimal number 就简称叫BCD嘛 或者我们有时候叫做8421 它基本上来做什么呢 就是有些显示器 像你常见的外面这种 产生的七段显示器 它会选择用这种BCD码 来去做编码 那为什么要选择这种BCD码 或这种所谓的8421码 因为很简单 因为它大部分都只有显示数字 所以只有显示0到9 所以它这样的应用 通常就只有显示0到9 如果你直接给一个这种 就是指表是0到9 那相对应的 你很简单就是它可以直接 通常都会对应一个七段显示器 这个码 比如说我今天送进来这个码 那我就直接就可以把它转成说 我今天这个码是多少 然后就七段显示器要开哪几根 然后去显示出 那个这个七啊 就是这一根加这一根加这一根 如果八就是八就是这样 这几根都亮起来 然后九就是亮成这个样子 就这几根 就是很多显示器它的输出的格式 就是你要送给它的讯号 它是要用BCD码 所以这里我们要知道一下BCD码怎么做 那BCD码很简单 它就是把0到9都用四个Binary number来组成 所以然后这个就是就看原先这个0 你用四个Binary number要怎么表示 那时候就是0000 九要用什么表示 就是用1001 所以基本上BCD码 它就只会用0000到1001 你虽然可以表示16种组了 可是它只用到这10种组 然后去表示出0到4这些数字 其他的就不用了 所以这个就是它基本上它概念就是 它很多时候就是 你到时候要show在上面的是10听位数字 可是它送进去的符号就是 所谓的BCD码 0就是用0000 它看到它是0000 它等下输出它就是 它知道它是那种BCD码 所以它凹布就是开 只开外圈这几段 几段显示器 那如果今天看到的是 9就是1001 它就只开这几根显示器 让它亮起来亮正 那用这个东西有什么好处呢 用这个东西的好处是 因为像这样子的一个BCD码 它就只占4个bit 所以这种所谓的 两个unpacked的BCD的byte 就是你通常一个bite就是 一个bite就是 我虽然我通常就是一个数字 就是用一个bite来表示 所以它就算是 可是我因为我一个bite 它只会用到后面四个bit 比如说0 它可能每次要存一个bite 它就000000 0000 你的9 就会变成是0000 1001 你会注意到 因为我每次存着要存一个bite 可是前面四个bit都不用 都不用它 所以 有人就说 那我好像可以把两个BCD的bite 把它压缩 压缩成一个 所以比如说我今天要存一个09 按照这种所谓的一开始 一个byte就存一个BCD number 但是我只用到后面这四个bit 这种表示方式就是要unpacked 就没有压缩过后的BCD number 那我可以把两个unpacked的BCD number 直接存成一个 就直接就存成是 第一个是0000 然后后面这个 只有这四个bit有用 我就把这个bit拿来用 叫做101 我就可以把两个unpacked的BCD byte 把它存成封装在一起 把它packed在 绑在一起 然后变成一个packed的BCD 所以像这个例子 这就给你另外一个例子了 第一个unpacked的BCD byte 叫0个 其实只有后面这个2有用 然后另外一个是05 只有到后面这个5有用 我就可以把它combine在前面的BCD byte 可能的25来去使用它 可以吗 我可以减低它的压缩率 可以吗 好 那这个就是这后面最棒的就是 这个是在讲一个例子就是说 你基本上你通常在 因为你的一个binecode controller 会接键牌或接output的 我们考虑到一个就是 假如我接一个ASCII code的键牌 我分别输入 实境位的2跟4 我输入一个24进去 24进去 那它就会 它其实通过这个键牌 你的CPU收到的其实是两个byte 第一个byte叫做32 32指的是什么 就是0011 0010 第二个byte它收到的是0011 然后0100 就是收到两个byte 那这个byte 假设你今天按下去 你就想要在 你很常看到就是邮局 邮局上面 它不是叫你打密码吗 它不是给你一个 一个九宫格的键盘 然后上面有这个数字 你这里按这个2 这里按2就是送那个ASCII code的 的那个32进去 你再按一个4 就是再送一个ASCII code的34进去 可是你秀在这个上面 这个荧幕上面 这个这个 这个荧幕上面 这个你会输出一些2 跟4 它里面它的输出就是 这个2它是送一个那个 Ontario BCD那个 就叫0000 然后0010 然后再把这个 它就有一个转换器 就是说把这个东西转成2 秀在这个上面 当你按下4的时候也是一样 你的34送进去 经过你的后面的那个controller 就是去转换 那它最后送出 它会送到这个荧幕上 它会送 一个0000 0100的这个BCD 豐昧的数字出去 然后就看这个是010 它就秀 把这里的这几根显示器 就把它打开 概念上面 这样子 那 之后我们会就写 就请大家做个类型 然后去 去在 板子上面去插 这个七段显示器 然后一样就请你输入 输入这种keyboard 然后按的东西 然后就要秀在这个 BCD的这种 好 七段显示器上面 那大家可以去实作看看 你就会知道 这东西是 什么样运作的 可以 好 那这个是packit的BCD number 这个我们就不说了 可以吗 最后 我们讲一个东西 哪一个地方 讲完这些用 让大家下课 你会常常 呃 这个就是我后来 我请大家为什么要 那个 回去要 就是要重新下载 可能我原本写错了 如果 就是如果你 我昨天晚上我再更新一次同文件 我原本这里是写 写16的 打错了 应该是10的 好 你会常常处理到 就是直接用BCD的Fullmate 去做加 加法 那你注意一件事情 你要记得 BCD的表示方式 他就表示0到9 所以 你今天这个加完之后的结果 只要大于10 大于等于10 这东西结果已经是错了 你错了就要修身了 那他已经帮你整理好了 这东西做完BCD的Fullmate 拿来做加法之后 修正的规则很简单 就是你只要大于等于10 出来的结果大于等于10 就请你加6 如果产生净位 就送到下面 下一位去认算 所以我们今天来看 9就是1001 下面的39的9就是1001 3在001 每次做就是4个bit 4个bit 就像我们平常以前做加法 就是 从最小位的7加9开始算 那7加9 你把它加完之后 他应该是这里 1加1是0 有一个净位 1加1加0就是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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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1加0加1就是0 然后有一个净位 1在这边 我们先送到这里来 那我们先看 这是 出来的结果应该叫做 10000 出来的结果是叫做124816 出来叫16 可是你要记得 一个BCD它只能表示0到组织的这个范围 超过9 就是大一个比10 就是有错 所以你要注意 在这样的结果下面 你出来是16 比我的10 大于等于10 所以我要修正它 所以请你加上一个6 就加01110 出来的结果就叫01110 就是6的意思 那你刚刚有个净位在这边 我们把它保留着 跟现在的1001还有001像这样 1加1加1就是1 你有个净位 1加0加1就是0 有个净位 100 还是1 然后这里没有净位 010加起来是1 这个结果叫做8加4加1 就是13 13大于等于10 一样请你加上6 加上6之后 出来就加011 所以这个是1 这是1 然后1加1就是0 有个净位 1加1加0 就是0 有个净位 出来的结果就叫3 那个3就是在 就是第二个 我出来的那个 我们刚刚说的136 那个十位数的那个3 那你后面这有个1 出来 就是下一个bcd 4个bit 所以原先这有个0000 你有个净位是1 1加0000 这个就是0001 所以最后一个位数就叫1 那你有没有注意到 他基本上想要用 他想要用 他感觉就是他想要用二净位的方式 去模拟出每一次的十净位的每一个位数的像加 所以因为加完之后 我一个 这四个位数 最多就是能表示一个十净位的一个数值 所以这个十净位的数值 它不会超过 不会超过9 最多就是0到9 那不会超过9 不会到10 所以只要有大于10 他就必须要修正 修正如果就是 你这方面加上6 概念上就是这样子 可以 好 好 那 Tymico的就是一般的三十净的这个 这个 micro 基本上都会用这种 会提供一些指令 会提供这种 packing跟unpacking的 这种PCD的format 那PIC 18F 比较 比较简单一点 但是还是有这样的功能 就是有一个EAW这个指令 可以让你去提供这种 PCD format的校正 就是你加完之后 你发现你有个净位 那知道说你这时候就要 扣一个PCD的 的那个修正 把结果修正 然后才会维持是正确的结果 对 好 后面 第一章后面就在讲那个 microcontroller的进化史 那这个 我觉得讲历史 请大家回去看 这个考试我觉得 备诵历史 我觉得没有异理 我们就让这门课 考试 就让就是考一些大家 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名词 所以我课堂上 我会特别解释的 比如说Edress的 Edress的编排方式 跟它的定值方式 比如说像我刚刚有特别提到 这种Hover architecture 跟现在传统的 网用的 architecture的差异 然后包含一些指令 比较特别的地方 特别解释 稍微再画 比较多片部解释的地方 我就觉得这些比较重要 考试语就是考试 背着这种东西 我们就用考 就是 你去背这个历史 这个查都查得到 所以你回去自己看吧 好不好 好 那我今天就上到这里 有没有问题 好 如果没有问题 那就大家可以下转 那问题可以过来问 那今天就上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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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